这是在苗栗县的竹南镇公所清洁队 可以说是卧虎藏龙 有非常厉害的木工师傅 能够将废弃的一些木头 变成全新的家具 也有环保志工能够将废弃的油 做成肥皂 另外还有一群巧手妈妈 他们都是裁缝高手 这群人可以将这个回收的废弃物 转变成有价的物品 用来帮助弱势也很环保 木工师傅将回收的家具重新整理 用机器将木头上的旧漆磨掉 一遍一遍反复的磨光 而木头本身就是旧家具拆卸下来的 这是古时候的门窗的料 那我们用门窗的这种料 然后把它泡光之后 然后再改制成一张很好的块木桌 用门斗当桌角 门板当桌面 很难相信这个块木桌原本是扇门 可别惊讶 还有用牌匾做成的桌椅呢 这个字还留着 这个字还留着 那警告大家 恭喜全家 做好的桌椅 橱柜 拍卖所得拿来捐助弱势团体 价格可说是市价的一半 每次拍卖都全部出清 很抢手 那我们希望把所有民众丢弃的这些 废弃的这些家具 我们把它经过我们队员的巧手 把它制作成独一无二 然后是变成有价值的再生家具 莫公了得 奈这个呢 看这位大姐如何将回收的废弃油重新利用 倒一道锅 大概是两三道 我才要再倒一道锅 将过滤的废油加上 氢氧化钠 水 以及香精搅拌后 再倒入模具 两到三天就可以取出 晾干三个月 就是可以洗手的肥皂 把正确的使用这些 废弃食用油的观念导到各个学校去 我们都有把香道送给我们各个学校去洗涤 各个社团 社区 如果办理相关活动 都可以来跟我们取用 工所一年来 已经回收2.5公吨的废油 做成六万块的环保罩 现在这个要做的 也是要做包 做包包 量好尺寸 裁剪后再封牢 妈妈们的裁缝功力硬是了得 将民众不要的衣裤 门帘 甚至可爱的童装 都可以做成包 这些包包没有贩卖 被当成活动赠品 有需要的民众 也可以免费索取 竹南政工所为了发展 多元化垃圾处理政策 从民国97年 陆续设置的木工厂 环保罩 以及衣裤部方 工所发现 生活中有很多废弃的 物品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可不发挥一点点的巧思 不但环保也很实用 民事新闻邱俊超 苗栗报道 是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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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